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让人更加迷惑不解 不知所措 不过不要担心 我今天会在这里解答一些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 等你以后需要的时候 回到这里查看就可以了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这样将来就很容易查找了 在这两者的关系中 最重要要记住的一点就是 一旦注册了Medicare 您就不能再往您名下的HSA账户里投钱了 否则会有罚款 您可能会问 那是否到65岁以后 我就再也不能使用HSA账户了 回答是 不是的 只要您还没有注册Medicare的任何一个part 而且使用的是符合HSA要求的高字符合计划 那么您还可以照样开设HSA账户并往里面投钱 那第二个问题经常碰到的就是 如果是我先生已经注册Medicare Part A了 我自己还可以继续投钱到我自己的HSA账户里去吗 回答是可以的 是否能投放HSA 只与这个账户的户主有关 如果您符合HSA条件 那么您就可以继续投放 而且如果您先生也在高字符合的家庭计划里 那么即使他已经注册了Part A 他自己是不能投放HSA账户了 但是您仍然可以按夫妻合并的额度来投放 第三个常见问题是 如果我今年4月份开始使用Medicare 这之前用的是高字符合的计划 那么我今年还可以投放钱到HSA账户里去吗 回答是可以的 但是投放的数额呢 要按比例来缩减 比如4月1号开始用Medicare 那么允许投放的月份只有1月份到3月份 所以投放的额度就不能超过全年总额度的三十二分之三 如果是其他月份注册Medicare的话 计算方法依此类推 第四个常见问题是 加入Medicare后 我还可以用HSA账户中的钱来支付医疗相关的费用吗 回答是当然可以了 加入Medicare后只是不能再继续往账户中投钱了 但是账户里的钱还是可以继续保留的 并且可以用来免税支付所有合格的医疗开销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容易引起困惑的问题 那就是我已经超过65岁了 还在工作如果打算注册Medicare的话 什么时候必须停止HSA的投放 回答是对于超过65岁还在工作的人来说 申请Part A的时候 它的生效日会被倒推6个月 但最早不会早过65岁生日的那个月份 所以当您决定好退休时间后 请提早6个月停止投放HSA 举个例子 比如您今年67岁了 准备10月份退休并注册Medicare 那么您必须从4月1号就停止投放 因为Part A的生效日不是10月1号 而是倒推6个月到4月1号 假如您是因为公司裁员或其他原因而被动退休 那么注册Medicare后 请根据Part A的生效日来计算可以投放的数额 如果您投放的数额已经超过了这个限额 那就需要把多余的部分退出来以免罚款 希望我的回答能让您对HSA和Medicare的关系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是联邦医保Medicare专家 如果您有这方面问题的话 可以用这个链接跟我预约免费咨询 如果您喜欢这样的内容 请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每周都会发布一期跟家庭财务相关的视频 都是实实在在的内容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那就赶快去订阅一下吧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